教化随意愿 这一章里头有两月 我们看黄老居士的主节 右章中 所有众生生无过者 究竟彼此一生不处 是唯一第三十五一生不处 这一页非常重要 为我们说明一章四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生决定成佛 这个太稀有了 太难得了 你要问我成佛 成佛有什么好处 跟你说 成佛你得到整个宇宙 不是得到一个地球 得到一个太阳系 得到一个大千世界 不是 变法界虚空界 你全得到了 祝福如来 教导我们 给我们的 就是这个 你为什么得到 那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好像是什么呢 你是个大家族 豪门贵族 你到外面去旅行 把家忘掉了 不知道自己有个家了 现在有个人认识你家 知道你家的心情 引导你 帮你带回家 回家之后 这是我的家了 我的家是这样的 你会感到非常惊讶 真的是你的家 你说你今天得到的时候 呼唤 那个得到是假的 不是真的 身体都要死亡 你能得到什么 你生到极乐世界 头一个 你的身 没有生死了 永远 离开死亡 那你是报神 报神是 有生无灭 法神 不生 不母 设法界里面的身 有生有灭 净土是有生没有灭 我们前面都过 生到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子 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生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自莫真金色 色身 永远不坏 不会生病 再跟你说 不需要饮食 他就不生病 古人讲的 病从口如 你有饮食 你就会生病 你没有饮食 就不会生病了 这你才晓得 修佛的好处啊 不需要 好 有阿弥陀佛